我为什么要让你来做这个展示呢 因为我注意到 你的异项企业填写的是 刘绍军的皇家驿站 为什么选择那里作为异项企业呢 在网上大概的了解了一下 他们的一个公司管理 还有一个文化 可以拥有到我的专业 我自学一些新媒体 软件的编辑 还有一些软文的编辑 相信可以用得到 好 我再帮刘绍军问一下 你的期望薪酬 从5K到6K吧 工作地点呢 工作地点不限 我还年轻 多去万地找找见识 贴成自己 我看了你天皇家驿站 其实我特别开心 因为我其实来这个节目 时间并不长 你大概能讲讲 你印象中的皇家驿站 什么样吗 就感觉它的一个 就是全国各地 都有这样一个工作的地点 然后呢可以去实践 然后呢又用到自己的 一个专业上的一个内容 就是提升自己吧 然后我也说两句 玉涛啊 因为我看你的意象 其实是教育行业 是你蛮喜欢的 因为我们也是在做 女性教育 然后呢 你希望做的助理 销售新媒体 你可能之前没有担任过 助理的任何工作 所以我看不到 你身上的点 那销售 我们目前也没有看到 可能你这方面的 比较强的欲望啊 野心啊 销售的能力 然后第三个就是新媒体 我刚才也看到 你做的短视频剪辑 做得也非常的粗简啊 但是我还是挺喜欢你的 因为我觉得 你的人性特别好 我希望在接下来 你的环节当中 你可以多突出你的能力 好 各位企业家 根据求职者孙玉涛 刚刚的表现 做出第一轮的选择 好 祝贺你 成功进入到 你今天求职的第二轮 天生我有才